嗨朋友,我在洗16岁的老寿草 这是我最宝贵的 可是它这段时间雨天连续 它烂根了 杆和叶也有点腐烂了 马上抢救 你看这么漂亮的花 都是盘旋向上的 很美很美 然后呢,我就在清的时候发现 嗯,怎么会有的地方 有的杆都黑了呢 叶子也黄了 我就清 清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突然想这么美的花 别人拥有的时候 也会遇到我这样的情况 看一下它的盘旋多美 淡粉色,桃粉色的 这一盆是经典里的经典 看到了吗 它的花杆都已经烂了 早上的时候 刚才的时候 我已经清了很多了 但是突然我想拍下来吧 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让大家知道 瘦草烂根了怎么办 尤其是它水多了 排水性不好了 很多原因的 这16岁的瘦草 对我来讲的话 真的是我都快要流眼泪了 但后来我又想 坏事变好事 被我及时发现了 那我把它分根种植吧 这样还有瘦草 至少它还能够加倍 翻十倍 八倍的数量 然后呢 花期还没过 每一个枝上面还有开花 那我分根之后 把开花的根和杆都留着 如果它活下来了 那我还是有16年的瘦草 哪怕是有一根 也是好的 所以呢 我就想 那就现在清洁的过程中 给大家看一看 拔的时候 尽量是要轻一点 不要来回左右摇晃 一次就顺着它拔出来 如果摇晃容易 把根的地方摇断了 每一个都是16年的 这个杆都特别直 而且叶子又特别漂亮和肥厚 根也是很多的 然后叶子还好 我清的时候 早上有拔了几棵 是叶子完全黄了 然后呢 杆也都黑了 连叶子都已经 没有办法再救了 所以呢 在清理到一半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这个影片 完全录给大家看看 这一颗也是 长得很漂亮 颜色粉的 像这几颗 已经都花都开泄了 都剪掉了 如果有盆龙生的朋友 请记得 你的那个土啊 千万不要太多 不要学我 用这么大的盆种它 尽量是盆子的话 就是15公分左右高的就够了 不要用我这个 我这个三五十公分的 太高了 那水一定积很多 排水速度一定会减慢的 看这些根有多漂亮 但是有的已经烂了 花还是很好看的 盘旋的 我是放在太阳光的下面 直射的地方 没有任何遮挡 像这洗这个根的时候 不要用手去搓它 直接用那个水就行 如果说没有洗特别干净 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洗 主要是看看哪个根是烂的 把它完全就 掐掉就行 先洗洗看 有的地方黑了的 还是没关系的 插汁的话 还是可以活的 16岁的瘦草 我真的是很喜欢 这些瘦草 太漂亮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救它们 然后现在我就给大家准备一个 比较空旷的大盆子 就一棵植物 然后一定要记得 把土翻松一点 一定要松一点 然后呢 把根再放进去 如果土特别的紧实的话 它的那个根 透气性不好 这个腐烂的情况 还会加重的 这一天下雨 你看看 花盆里的土都没有干的 但是也是一定要救它了 所以说弄完了之后 不能浇太多的水 根呢 就是把它都折下来 这样你看看 朋友们 是不是一根瘦草 变成三四根 那我这些已经加倍了 四倍以上了吧 所以说 坏事变好事 万事都挖好了 想 咱们的人生这么短暂 快乐的每一天是最好的 就包括我现在 帮它们清的过程中 我也知道 一定会好的 一定会更好的 往方向发展的 每一颗的根都有烂的 大家要记得 黑了的 稍微烂了的 就不要舍不得 全都要拿掉 否则的话 你这一整颗 十六年的收草 全都没有了 你看那个白尖尖的 那就是新根 那可以留着 这样的话 它就明年的时候呢 它每一个根的上面 几乎还能再长一颗 盘龙绳的花枝 那就很美了 所以千万不要舍不得 你分根的过程中 是加速繁殖 你有更多数量的受草 只剩十六年的受草 就是比较少了而已 这些分根呢 到时候就种到草地上去 然后呢 以后长大了的时候呢 开花的时候 我再拍给大家 也是会很漂亮的 也是会出现很多的受草的 这一集也算是我跟这十六年的受草 表示一下道歉 也感谢它 让我看了这么多次的花 欣赏了这么美丽的 它的最美好的时候 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的一个错误造成了一个这么样的后果 好了朋友们 要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受草盘龙绳 记得你想要移植它的时候 可不要学到我这样的后果 一定要知道你移植了以后 确定能把它养好 要不然就放在那里吧 让它好好的去在那个地方 习惯的环境生长吧 突然改变了土壤 改变了湿度 它的活下来的几率是真的很小的 因为它是野生的 野长的 所以呢 一下子我太用心的呵护它了 又担心它缺水 又担心它会不会没够肥料 所有的一切的想法 都是我这个人类想太多了 其实它在野地里 没人照顾它 比我照顾它还要好 好了 今天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等到这些都已经 在盆子里面都已经缓过来了 花旗也过了的时候 底下的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还是会把它种在草地上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祝每一位喜欢种花的朋友 都快快乐乐的 尤其是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每一天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我爱你们哟 祝大家裁缘滚滚 万事如意 我们下次再会了 我们下集完 老师 到什么 选择 我们下集完 文字幕后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有一个 我们下集完 别的人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